身为当今全球电影工业最有权威与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入行超过50年的斯比芬斯皮尔伯格,于1980年代指导UP外星人,朱罗际公园轰动一时,他类击毙生功力,结合80、90年代的流行元素,以包含动态捕捉,真人演出及电脑动画交替剪辑,呈现结合虚拟实境及真实世界的科幻冒险片头号玩家。 在造经典,斯比芬斯皮尔伯格除了是知名导演,也是制作公司梦工厂的创办人,一如他的公司名称,史蒂芬在影团造梦无数,他所指导的科幻电影多为影史经典作,充满想象力也展露人性,值得一代回味。 第三类接触导演,斯比芬斯皮尔伯格上映时间,1977年类型,剧情,科幻,冒险主演,理查德·德莱福斯,弗朗索瓦克·吕福,特瑞加尔,梅琳达·迪龙,奥布巴拉巴跳房,三亿美元主要奖项,奥斯卡最佳摄影奖,金球奖最佳影片奖,以及科幻电影最高预域土星奖的最佳导演等拍摄第三类接触,使得斯皮尔伯格31岁。 这部电影让它开启料,探索科幻电影之路,没有鼓住眼睛的外星怪物,没有飞碟上的解剖实验,没有人类与外星人的激光大战,第三类接触描写料一段平和的,充满善意的与外星人交流的故事,震撼的电影特效,第三类接触神秘的氛围,以及过往仅存在人们想象中的视觉效果,使得该片成为影史上最经典,最惊悚的科幻电影之一, 《夺宝奇兵》系列导演,斯比芬·斯皮尔伯格上映时间,1981年到2008年类型,动作,剧情主演,哈里斯·福特,凯伦·麦莲,保罗费里曼,约哈里斯·戴维斯票房,18.2亿主要奖项,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土星奖最佳导演等, 1981年,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问世,开创了《冒险片的新时代》,影片中,寻宝成为冒险故事的出发点,动作成为故事的基本叙事方式, 历险和勇气成为叙事的亮点,而一个个充满刺激和激烈打斗场面低电影习惯,则成为观众最乐于观赏的盛宴, 在《夺宝奇兵》中,扮演印第安纳琼斯·博士的哈里斯·福特,正是凭借这一电影,成为好莱坞最成功的演员之一, 而印第安纳琼斯·博士这一荧幕形象,也成为好莱坞最成功的电影人物之一, 一替外星人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上映时间,1982年类型,科幻,家庭,冒险主演,亨利托马斯票房, 8亿美元主要奖项,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金球奖最佳影片,土星奖最佳科幻变影等影片从孩子的角度去观察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外星文化, 一改人类于外星人,在此前水火不容的关系,用前所未有的亲情手法,表现科幻这一印象中冰冷的主题, 将此前各种影片中凶材暴虐的外星人,塑造成一个,善良,又楚楚可怜的小家伙, 艾里奥特和一帝外星人一起划过月亮的那一段无限的复活料观众们心中的童话, 自行车飞天等场面效果真实,华丽且富有童话的梦幻色彩, 特效在这里成为料实现人类梦想的工具,此外,一帝外星人的造型融合料科幻, 有善于神秘的种种特质,可谓成就影片的另一闪光之处, 《诸罗街公园》系列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上映时间, 1993年到1997年类型,科幻,冒险主演, 山姆尼尔,劳拉·邓恩,杰夫·高布伦, 萨尼尔·杰克逊,理查德·阿腾·伯勒票房, 10亿美元主要奖项,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 土星奖最佳导演等斯皮尔伯格, 在限料一个极为逼真的恐龙世界,电影工业的发展, 首次如此震撼地将,已然灭绝料数千末年的,恐龙, 在荧幕中变得仿若触手可及, 单此一点诸罗记公园,便是一部足载演示的里程碑之作, 更不谈那一戏呵成,后作叠出渲满隐悦的剧情构思, 电影所饱含的科幻魅力,不仅成为料恐龙复活的介质, 更能爆料对科学技术来用所带来恶果的深刻反思, 使电影在兼具娱乐性和时觉冲击力的同时, 也有助自已充沛的内在纵深,人工智能导演,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上映时间,2001年类型,剧情, 科幻,冒险主演,邱德洛,海力乔奥斯蒙特票房, 2亿美元主要奖项,土星奖最佳科幻电影, 威尼斯电影节,未来数字,电影,等, 斯皮尔伯格级,成大师库布里克一致, 拍摄了这部未来派的科幻史诗影片, 邱迪劳和第六感小神童,奥式文的机器人造型颇为神奇, 故事描述在未来世界里, 《懂得爱人的机器男孩》大卫被设计出来, 并由一个儿子罹患绝症的父母领养回家, 但最后却无法继续家庭生活, 大卫最怕上寻找自我的冒险旅程, 虽然影片上映后如同所有库布里克的影片一样, 观众反应平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样一部慢热的作品, 在若干年之后,又成为了一部伟大的作品, 尤其是导演对于人工智能利弊的前瞻性更是让人佩服, 时间来到2018年, 拍摄料超过40年科幻电影的斯皮尔伯格这, 一次又会带给一幕影迷识模样的街喜, 非常令人期待, 头号玩家改编自同名科幻小说, 影片背景设定在处于混乱和崩溃烟源的2045年, 现实世界令人失望, 人们将就熟的希望寄托于绿洲, 一个有鬼台詹姆斯哈利迪马克里朗斯是一手打造的虚拟游戏宇宙, 在那里, 想象力主板一切, 你可以去任何地方, 做任何想做的事, 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 哈利迪迷流之际, 宣布将巨额财产和绿洲的所有权留给, 第一个闯过, 三道谜题, 找出他在游戏中藏匿彩蛋的人, 自此引发了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 范围德沃茨, 泰尔谢里班氏, 成为首位解出第一道谜题的玩家, 他和他的朋友们不可避免地卷入料这场奇遇和凶险共存, 波兰壮酷的寻宝之旅, 为拯救绿洲, 也为拯救世界, 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透露, 这是我这辈子拍过最难的三部电影之一, 之前两部是大白沙和拯救大兵瑞恩, 因动作戏份不好执行, 头号玩家的难度不同, 我们必须尝试之前没有玩过的新科技, 将真人与虚拟结合, 所有都是在错误中学习, 过去缔造过经典的许多知名导演, 在科技化的金石无法跟上脚步, 或能不断吃老本, 但斯皮尔伯格不甘欲或走旧路, 头号玩家使用复杂的拍摄方式, 以传统胶卷摄影机来拍真实世界的场景, 并用数位摄影机拍摄虚拟世界的宇宙场景, 演员们靠精准的动态捕捉, 特效设计, 融入奇幻境界之中, 头号玩家片还暗藏许多彩蛋惊喜, 包括八十、九十年代的经典符号, 例如回到蔚来星球大战, 星际迷航, 格古拉公民凯恩, 朱罗记公园, 金刚终结者, 夺宝骑兵, 格斗之王异形, 蝙蝠侠机动战士高达, 街头霸王等等可以说, 多道数不清, 加上节奏分明的复古流行乐, 吸引旧与新知的目光, 头号玩家已于2018年3月30日, 在中国内的与北美同步上映, 大家记得去电影院一探究竟, 感谢观看, 喜欢的朋友, 订阅一个吧。